各位观众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公寓六楼冒出猛烈火蛇 浓浓黑烟不停窜出 现场聚集了大批消防车 消防人员在现场拉起封锁 线病疏散大楼内的民众 居然没有人员受困了后 就立刻不水线上楼灌旧 现场警铃声大响大人小孩 都相当恐慌 我叫我女儿起来 我打1100啊 打1100 你能切得很紧张啊 他说打电话 他有机会你在开玩笑 对不对 我不敢开玩笑的 那火是在5点31分的时候扑灭 总共疏散有60位的民众 救出6楼跟7楼有22位民众 那目前经过清查人员全速平安 这起火警发生在台北市中山区 今天清晨5点多的时候 中原街上的公寓六楼 突然冒出火光 大量浓烟从窗口窜出 附近居民被大火燃烧的声音 惊醒立刻拨打110求助 报警民众表示报警时 并没有远警接听电话 警方回电时还以为民众在恶作剧 让报案民众相当不满 不过警方事后表示 没有接获民众报案 双方各说各话 详细情形还在调查厘清中 索性警销到场后 整起火灾很快就被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最好解起火点疑似是在卧室以及书房 但确切起火原因 还需要警方进行火调才能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